海马斯的保镖 NASA MS来了 海马斯上场还没一个月的就立下了赫赫战功 9天的时间就炸毁了俄军11个弹药库 之前BBC发了一个海马斯地图 整理了一下从6月28号到7月6号被海马斯攻击的地方 整整11个标记 里面大部分都是弹药库和补给库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一些未能记录的战机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俄罗斯会越打越吃力 而且俄乌战争到现在其实还是传统的战争模式 双方火炮对轰 谁炮弹多补给多谁就能占优势 结果俄军现在弹药库和补给库被炸 这还拿什么呢 所以俄罗斯自然就把海马斯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 之前甚至还表示自己用空机精准武器摧毁了乌克兰两辆海马斯 火力军是不相信的 当时拍的热成像画面实在是太模糊了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布什鞋 咱们也不能否认海马斯出现意外的可能 为了保证海马斯的安全 美国制定了下一个支援计划 打算把NASA MS防空系统送给乌克兰 补上乌克兰的最后一丝短板 之后的战场就是NASA MS提供防御 海马斯负责远程精准打击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彻底成为俄乌战场上的转折点 那么NASA MS到底有多强呢 与海马斯结合之后如何改变战场 现在乌克兰最缺的就是防空系统 是的你没有听错 缺防空系统 本来乌军还是有点家底的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乌克兰继承了大批苏质萨姆8 萨姆11S300S300V1山毛举 虽然这些遗产在当时还算不错 但是慢慢就年久失修了 可靠性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14年俄乌冲突后 乌克兰就担心自己的防空不行 希望美国给他们送点新的防空导弹 但是当时小规模战争 乌军的东西完全够用 美国就没答应 毕竟当时无缘无故送给乌克兰军备 俄罗斯这边肯定是不愿意 说不好 俄乌战争就会提前个几点 结果战争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俄军攻击重点防空导弹雷达 当时俄军各种反辐射导弹 轮番炸弯之后 巡航导弹紧接着就落地 乌军被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防空系统损失很大 毕竟乌克兰国土面积也不小 早期不少防空导弹系统 依靠着自家纵身活了下来 为数不多的防空导弹 这些导弹可以说是用一发少一发 但也确实有不错的战绩 比如三月份俄军正在进行 敖德萨的时候 其海军第34独立海军 攻击航空团的一架苏30SM 就被乌军的S300PS防空系统给击落 飞行员也不一辅 但是从二月份打到现在也损坏了不少 乌克兰S300 山毛举 黄蜂等防空导弹系统 被俄军炸毁了很大一部分 没了防空 乌军的高价值目标形同裸奔 燃料库 弹药库 武器装备集散地 军队源头集结地点 指挥通讯设备 导弹生产加工厂等 均遭到了大面积破坏 俄军多次利用BM21 BM27 BM30 这些大口径的远程火箭炮 饱和攻击 以及地对地战术导弹 巡航导弹 精准的点对点攻击 乌克兰因此损失大量武器装备 军事人员 指挥设施 油料弹药 这让乌克兰方面非常的吃不消 战役战术能力都严重弱化 后来北约的好兄弟援助毒刺星光之后 情况才有所好转 可以说在俄乌冲突战场上 3500米以下的高空领域 俄军很难拥有绝对的制空权 无论是5直 还是一般的运输直升机 都有被击落的风险 可在3500米以上的固定翼战斗机领域 在中远程防空系统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就只能用于守护关键的战地 这也就导致地面战场受制 像海马斯这种跑得快 战场哪都去的火箭炮 保不准哪一天就被俄军发现破绽 没了海马斯 战场的局势估计又会偏向俄罗斯 所以为了缓解乌军在俄乌战场上的压力 美国也是没有吝啬 直接将白宫御用系统NASMS送给乌克兰 在这次的G7峰会结束后 美国敲定了新一轮的支援计划 其中就有NASMS防空系统 这也是首个进入乌克兰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 之前乌克兰唯一的中远程防空系统 就是苏联的S-300 NASMS到战之后 大大弥补了乌克兰系统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点 虽然NASMS的名声没有爱国者萨德达 但性能还是可以保证的 它是1990年代开发的先进防空系统 目的是提供一种中等级别的防空能力 它比爱国者导弹便宜 又能覆盖城市规模的重点区域 虽然与爱国者导弹相比并不起眼 但是自2005年以来 就是华盛顿唯一的地面防空系统 可见美国对它的信心 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乌克兰相当多的短程便携式防空武器系统 比如星光独自导弹等 这些系统对低空低速目标有很好的战场效果 但不适合保护大片区域 虽然乌克兰也获得了一些北约兄弟支援的S300防空导弹 但发射车总数不过300辆 加上战损数量不断减少 乌克兰的远程防空系统 在保护重要资产和人口集中区域时 已经力不从心 更不可能将有限的远程防空能力 分配给急需的前线部队 NASA MS系统正好填补了战场防空的空白 作为白宫御用武器 NASA MS的性能可以说是一等一 不管是飞得快的战斗机 还是飞得高的轰炸机 或者说是巡航导弹无人机 统统都是打击目标 25公里的射高加上30公里射程 可以保护一座城市大小的区域内的 高价值资产和密集人口 免受空中威胁 NASA MS系统抵达乌克兰之后 俄乌战场的空中优势 就会逐渐向乌克兰兄弟便宜 到时候乌军的地面部队就会受到保护 空军也有机会腾出手 打击俄国的地面目标 最主要的一点 是NASA MS系统的成本低 在装备数量上也能满足乌军的需求 虽然是美国支援的 但是NASA MS系统的名字却是挪威的 上个世纪80年代 挪威军方为了淘汰老旧的霍克防空导弹系统 便想着装备一款性能更好的防空系统 但是挪威国内的军工企业 没有研发先进防空系统经验 于是NFT公司就找上美国的修斯公司合作 采用移植的办法 将修斯公司刚研发的AIM-120空空导弹 以及发射导轨 整合在六连装饰发射装置内 搜索系统则是采用修斯公司研制的ANTPQ-36A型 三座标低空监视相控阵雷达 指挥系统采用现役改进型霍克防空导弹系统的火力指挥控制系统 虽然大多都是美国的修斯公司凑出来的 毕竟是挪威发起的 就叫做挪威先进面对空导弹系统 只是后来美国修斯飞机公司下属的航天和防务分部被雷声公司收购 挪威NFT公司也被本国军工巨头康斯伯格公司收购 年发速度就慢了下来 不过这两位新东甲也没有抛弃NASA MS 最终1998年NASA MS进入到挪威服役 后面还经过了多次升级 虽然是拼凑版本 但性能可不低 毕竟有AIM-120的底子在 射高能达到25公里 最大射程30公里 新东甲还给了点福利 它还可以与定向能武器 DEWS和射程更远的系统 比如爱国者导弹整合 一个NASA MS营级配置 通常由12个卡车发射器组成 每个发射器配备6枚AIM-120导弹 全套系统由哨兵雷达 短程MSP-500传感器 以及火力指挥车组成 可以处理目标数据 给出目标接近时的初始飞行位置 并在目标改变轨迹时 传送修正数据 可以在探测到目标的10秒内 完成导弹发射 可以同时对不同目标发起攻击 作战单位 可以在导弹发射后3分钟内撤离 哨兵雷达天线以30转每分钟的速度旋转 提供360度的覆盖 它可以同时跟踪60个目标 可以探测120公里以外的目标 NASA MS系统配备的MSP-500光电传感器 在转发目标数据的过程中 不会触发目标的雷达警告接收器 敌人很难发现 识别NASA MS系统的攻击 等敌人发现NASA MS发射的导弹时 就已经为时已晚 移动式多导弹发射车 可以装载瞄准和发射不同特性的导弹 导弹发射车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 与火力分配指挥所相连 可以在距离指挥所25公里以外的地方部署 NASA MS对敌人的防空压制有很强的适应性 无论你到哪 NASA MS都能看着你 NASA MS的多导弹发射器 可以发射AIM-9X、AIM-120和RIM-162导弹 AIM-120实际上是雷辰公司 为战斗机开发的现役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 在F15、F16、FA18、F22、F35、瑞典、英师和欧洲战斗机上 都配有这种导弹 这些导弹在空中发射的情况下 射程可以达到几十到一百几十公里 地面发射时 由于没有了战斗机的出使速度 射程会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 NASA MS的AIM-120C仍然拥有近25公里的最大拦截高度 以及大约30公里的拦截距离 足以对飞行速度两马赫以上的战斗机 以及大多数巡航导弹构成致命威胁 AIM-120有多个改进型号 AIM-120B现场可编程 AIM-120C增加了射程和机动性 新版的AIM-120C7 天线接收器信号处理器和算法都得到升级 最新的AIM-120D射程更是成倍增加 最初版本的NASA MS已经淘汰 乌克兰兄弟收到的可能是第二代的NASA MS-2 或2019年推出目前在生产的NASA MS-3 NASA MS-3适配更多种类的导弹 为了能有效的对付三公里以下高速接近的低空目标 它可以发射超机动红外制导弹AIM-9X 和同类的德国I-2IST导弹 其有效射程分别为10和12公里 由于这些导弹的高敏捷性 可以提供高质量的进程防空能力 NASA MS-3也可以使用更大射程更远的 增强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这将使其射程提高到50公里 由于该导弹采用推力矢量发动机 可以更有效的打击高级动目标 这种能力为战斗机提供了重大优势 它可以代替战斗机完成拦截巡航导弹的任务 在这方面 地面防空系统比战斗机更有优势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面对两种不同的威胁 一是前线空域活动的作战飞机 二是向乌克兰纵深战略目标投掷的 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NASA MS系统对高空和相对低空目标都有效 它几乎可以解决所有前线战术防空 和后方战略防空问题 覆盖需要防空的城市 军事基地和关键战场 不过战争资源有限 NASA MS系统是补充S300遗漏的重要区域 还是在前线保护地面部队 和大量消耗俄罗斯的空军力量 火力军觉得未来NASA MS系统部署在更靠近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前线的可能性很高 在NASA MS系统交付给乌克兰部队之前 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对NASA MS的训练 毕竟这方面决定乌克兰在多长时间内能够获得这些武器 并让其发挥作用 这方面火力军是觉得没啥问题 NASA MS系统用的是哨兵雷达 而4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收到了至少四部老一代的哨兵雷达 其中一些已经部署在顿巴斯地区 估计乌克兰的防空部队很快就可以上手NASA MS 除了防空 NASA MS还有当保镖的重任 海马斯和NASA MS配合之后 如今俄乌战场上的局势绝对会向乌军便宜 俄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地面火炮的推进 而火炮部队的安全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仰仗空中力量的帮助 如果俄空天军认为战场形势并不保险 无法为其提供援助的时候 那场面就变成了单纯的炮轰 在美英等国大批榴弹炮和火箭炮的支援下 乌克兰虽然在数量上无法跟俄军相提并论 但战术和装备质量上却不落下风 俄罗斯对此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要么是加大空中力量的投入 寻求机会率先摧毁乌军的防空系统 要么是把后方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再推进一些 对乌军阵地进行无差别轰炸 无论是哪种都需要俄罗斯加大对战争预算的投入 同时还有承担损失的风险 双方火炮互批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消耗斩 这个时候就要海马斯出场了 如果说战争初期的明星武器是标枪和NLAW这两种反坦克导弹 那现在的明星武器就是M142海马斯火箭炮 凭借其射程和精度 海马斯可以不断给俄军造成持续损害 其攻击的目标是指挥所军火库和冰原集结地这样的要害 海马斯的有效战绩不仅削弱了俄军战斗力 而且鼓舞了乌克兰兄弟的士气 乌克兰兄弟实际上是把海马斯作为对地攻击导弹来使用的 但相比乌军装备的原点U近程弹道导弹 海马斯不管是精度反应速度还是突防能力 都拥有写助优势 仅在射程和战斗部方面不如 但对于一款精确打击系统来说 后两者的差距并不是很重要 乌军现在仅拥有四辆海马斯 预计美国政府这个月还会提供另外八辆 英国、德国和挪威则承诺各自提供三辆M270火箭炮 而且与其说海马斯是火箭炮 不如说是一款远程打击系统 通过对俄军重要设施的精确打击 九天的时间 乌克兰军队使用海马斯摧毁了至少11处的俄军设施 包括位于19亩的俄军第20军司令部 海马斯抵达发射阵地后 炮组成员甚至不用下车 只需要两三分钟就能做好发射准备 并在发射完火箭弹后20秒内离开 避免遭到俄军反击 美国搭配猿乌海马斯的武器 除了M26系列无制导火箭弹外 还有M31系列导向式多管火箭弹 这是GPS精准导引武器 再加上美国已经同意提供相关战场情报 将可精准锁定攻击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没有提供M30系列GMLRS 原因就是 其配备的是多用途极数弹头 任何极数武器都存在紫炸弹起爆率偏低的问题 提供M30系列精确导引火箭弹 很可能导致这些未成功起爆的紫炸弹伤害平民 所以海马斯主要发射的是M31系列 卫星制导火箭弹 这种火箭弹射程近80公里 90公斤重的高爆战斗部 很适合对付指挥所和弹药库这类目标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打击装甲这方面会弱一些 不过有必要枪打坦克也用不上海马斯 而对于乌克兰军队是如何确定那些高价值目标的 没有描述 只是说这些目标都是严格挑选的 一次发射一到两枚M31精确制导火箭弹 毕竟美国已经乌克兰军方分享有关俄军重要目标的实时动态信息 被摧毁的这些俄军高价值目标的精确坐标 肯定是美国提供的 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支持 也就是对战场动态的精确把握 俄军缺乏类似的武器进行还击 应该是说俄军龙卷风缺乏足够的制导火箭弹 也没有支持这种打击的情报系统支持 现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以炮战为主 拥有规模优势的俄军炮兵依然占据上风 乌克兰军队在拥有精度和火力控制系统优势的同时 也在不断获得来自北约的军事援助 按照乌克兰政府的说法 其需要300套火箭炮 这应该包括了老式的BM-21冰宝 如果全部都是海马斯或者M270 北约很难拿的出来 至少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提供 但也足够了 无差别的炮轰一定是乌克兰兄弟战优势 总的来说 现在的俄乌战场战争的模式是比较传统的 双方火炮互射 这个时候看的就是谁射的更远 谁的补给更多 而海马斯直接将乌军本来30公里的射程提高到80公里 还附带精准打击弹药補给库 那是一打一个准 加上俄军的补给本来就慢 根本无力还击 眼下海马斯的保镖还没到位 对于乌克兰而言 最好的选择就是积蓄力量 偶尔派海马斯打击俄军的弹药裤 等到NASAMS抵达乌克兰之后 就可以发起反攻 一举夺回北顿涅茨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各位看官认为 俄乌战场下一步该如何发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